北京密令曝光,媒体末台贸易战避免恐慌,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而中共官方则进一步管控舆论封锁消息。 有中国媒体消息人士向港媒透露中共官方,日前给大陆媒体下达一系列密令,要求媒体末台贸易战避免引起民众恐慌广告。 7月10日川普特朗普政府公布第二轮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清单,主要针对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彭博社称,一旦美国开始对这份清单上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经济可能受到重创,贸易战也导致中共对舆论管控的进一步升级。 港媒南华早报7月14日引述四位中国媒体消息人士称,中共审查机构已对大陆媒体下发审查清单,严格控制在贸易战相关话题上可以报道和不可报道的内容。 其中一位中共官媒的消息人士称,当你报道股市指数或人民币汇率走弱时,不能在题目中使用贸易战字眼,避免引发恐慌。 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不同层级的媒体机构在报道贸易战时的许可权也不一样,官媒可以就贸易战发表社论及新闻报道,而地方媒体及网络媒体只能转发官媒的报道。 自贸易战开打以来,大陆出现股汇双杀的动荡局面,中国股市血流成和连遭重创。 业内人士称股市危机或将超过2015年的股灾,此外人民币汇率也连连下跌,这给北京的金融维稳造成了极大压力。 大陆金融学者贺江兵日前指出,中共正面临名司机时刻经济泡沫行将破裂贸易战,恐引爆三个定时炸弹。 中共内债,楼市泡沫和金融泡沫中共,如果和美国硬碰硬,无疑是泡沫壮刚针,还有台媒称美中,根本不是同量级的对手贸易战,以让中共内外交困,对于贸易战引发的危机局面。 港媒引述中共官员称,曲解中央业图做出不当判断,发出不当指令的官员,和大肆渲染,民族民粹主义情绪的一些媒体应付首要责任。 中美贸易战7月6日正式开打之前,有台门引述中共圈内人士称王岐山、刘鹤、汪洋、胡锦涛等务实派,深知国力疲惫不堪一战,但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 鼓吹于美开战文章,没有点名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但按照中共内部分工,负责党务的政治局常委是王沪宁,有消息称,王沪宁日前对中宣部和各官媒高层以下打死命令,严禁所有负面报道和评论。 7月13日,有中南海知情者向外媒爆料,针对不断加剧的内忧外患,中共意识形态大总管王沪宁日前将中宣部和各大官媒高层紧急招致中南海召开内部会议。 据要求严格把关、把握分寸进行报道,该知情者还称,中共被列网路和社交媒体监控的敏感词每天都在更新,而被列中共黑名单的海内外众多网站和社交应用也将会被强制整改,甚至无限期被防火墙封锁多款VPN和社交应用也将陆续下架。